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變遍一夜變晝 再不懂許多愁 双肩扛起了时 数不尽的忧 给我一杯酒 何尽人牵手 何尽千古成经的承诺 没人如此多角 英雄自古风流 纷纷扰扰只为红颜般 天宿给我一杯酒 风波几时休 可万者被一切再重头 江山仍在任难已久 滚滚黄沙烟渠 多少沙念头 悲欢是非成败 转眼成空 滔滔江河汹涌 淘尽男儿的梦 曾经海阔天空 昂首莫回头 痴笑轻狂 有客人光临 在下罗程 请问姑娘是否是房玄灵先生的外甥女封云剑小姐 对我就是封云剑 先生莫非是叱咤风云 威震天下的票旗将军罗程 封小姐取笑了 罗程只是唐军的一员战将 什么威震天下叱咤风云实在不敢当 对了 恕你舅舅之托带来一封信函 你舅舅现在是天策府的总管 他说这封信函十分重要 请风云剑小姐一定要妥善保管 请罗将军放心 我一定会妥善保管好的 好 那么罗程这就告辞了 罗将军不进屋休息一下吗 小姐不必客气了 什么人 房顶上有人 看来是来者不善 风小姐 你赶快进屋躲一躲 我到房顶上去看一看 什么人在房顶上鬼鬼祟祟的 大胆贼人 你往哪里逃 跑得倒挺快的 想溜 没那么容易 哪里走 你是什么人 报上名来 是土标 逃得倒快 便宜你了 这个黑衣人 这个黑衣人 好 冯小姐 不好意思 让你受惊了 罗将军 请问你使的可是秦琼家祖传的营妆俭 是啊 这两天我正好在秦歌那里学了几招 我估计黑衣人是冲着你送的韩剑来的 不过你放心 我会把韩剑和材料保管好的 以后有事请你到石宝寨去找我 好 好 长孙无忌 拜见大都督 末将刚刚参加完拔丽群的可汗登基仪式 马上赶了回来 拔丽可汗十分感谢我们的礼物 再三表示了突厥人和中原永远和好的愿望 史必可汗因病去世以后 许多突厥旧将对拔丽可汗不服 史必可汗的胞弟杰利涵想拉人马另立山头 把西图诀分裂出去 幸亏歌书云及时出面制止 才暂时平息了这场权力争斗 是吗 我相信歌书小姐的能力 拔丽群有她的支持 好福气 歌书小姐嫁给了拔丽可汗 现在她已经成了可汗夫人了 什么 歌书小姐已经是可汗夫人了 是的 因为歌书家族在西突厥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所以她和拔丽可汗的结合就标志着突厥部落的统一 这很重要 这可是可汗夫人当年对史必可汗的承诺 承诺 这是他们突厥人内部的事情 我们别管这么多了 突厥首领中就属杰利涵的野心最大 他处心积虑要扩充军力 妄图染指中原 称霸天下 大都督深谋远虑 下官以为目前外患不足为惧 内忧却是迫在眉睫 内忧 方总管 内忧何来 前几天下官已经禀报过了 朝廷中有人想暗害殿下 这些年你在天策府的工作十分出色 屡见功勋 只是你前几天送上来的报告 推测的成分较多 想要害我的人有很多 我想该不会是他吧 下官也认为此事非同小可 但是种种证据证明 好了 方总管 我命令你马上把这方面的调查证据给我统统销毁 别管这件事了 可是殿下 现在李元吉已经把薛人稿从牢中放出来了 方总管不要说了 不许再提此事 为令者撤职查办 下官遵命 这 这个 长孙将军 你这里有歌叔小姐的信 是不是 是的 他说大都督终于平定天下 如愿以偿 他请大都督不要忘了彩虹仙子的故事 换老百姓和平安宁的日子 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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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在这儿啊 瞧 这些突厥两种稍加训练都会是上好的战马 突厥兄弟们就像这些骏马 对 终于团结在一起了 秦歌 我也完成了使必可汗交给我的任务 我没有违背对他许下的诺言 阿云 你对使必可汗许下了什么诺言 为了突厥的统一大业 我站在你这边帮你当可汗 正是因为有了你的强大支持 我才坐稳了可汗的位子 现在你是大突厥的可汗夫人 我要照长安宫殿的样子也为你造上一座 让你想尽荣华富贵 我是大草原的女儿 从小在马背上长大 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可不想所在宫中享受什么荣华富贵 秦歌 你应当把造宫殿的银子用在更重要的地方 阿云 你说这些话难道是想离开我 我厌倦了无休止的权力争斗 早就想远离这些险恶的漩涡了 阿云 你可不能走 你知道我们的事业才刚刚开始 那是你的事业 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可以解脱了 我知道你一直爱着李世民 你要去找他 现在讲这些又有什么用 我已经答应使彼可汗不再和他见面 为了突厥的大业 我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牺牲 多可笑 我希望一个强大彪悍民族的存亡 要由一个无辜的女人来承担 阿云 你不要走 秦歌 你是个好人 我珍惜这些年来你对我的照顾 可是我有我的生活准则 也许把美好的情感生藏在心中 比起轻易得到他更加弥足珍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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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双红宝石项链 我戴了许多年了 你戴着它 就像我一直陪它在你们身边 可是不及间 痛楚的雷暑 模糊双眼 曾经有我的爱恋 就像春风 快洗了我心中 心中的花园 花园 雪云星风刀光剑 也阻导不了我女的 卷恋卷恋 雪云星风刀光剑 阻导不了我女卷恋 真情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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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情永远 苦度 我心情永远 真情永远 你宽固的胸膛 让我俩 我俩心儿 我俩心儿一起歌唱 歌唱 可是唯一我的是 飘走的鱼儿 听不见的呼唤 只有真情永远 永远 李公子 你还记得 我们在荒岛上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日子吗 我像银儿一样飘到你的身边 曾有过的爱恋 像春风唤醒了我心中的花园 柔情似水的付出 是否真爱永远不能圆 心像荒芜的花园 依然在等待多余的季节 我多想靠在你胸膛上 让两颗心一起歌唱 爱被深深地体会 只有真情永远 吃吧 快吃吧 瞧你们的样子多可爱呀 是李公子 你 怎么 很意外吗 只许你在这看鱼 不许我看 你什么时候来的 吓我一跳 还有鱼也被你吓走了 我到处找你 你倒好 一个人蹲在这跟这些小鱼们说话 都给你听见了 这可是我跟小鱼之间的秘密 原来你还懂鱼语 能跟鱼说话 怎么 难道不可以吗 就许人说话 不许鱼儿说话吗 可是鱼儿是没有声带的动物 它们怎么能发声音说话 说话又不一定要发出声音 它是一种感觉 你懂吗 感觉 怎么感觉 你去抱抱鱼儿吗 感觉就是一种心灵神会 心有灵心 心向神往 我摸你一下手 就能知道你的心跳得很快 我呢 我的心也跳到了嗓子眼 这才叫感觉 一下子感觉到坠入云里雾里了 云里雾里 你在说什么 瞧你装神弄鬼的样子 快放开 快放开我的手 现在云雾里放不开了 明明见过皇上 父皇 父皇驾到 快跑 不要跑 瞧你瞎成这样子 快跑 李公子 你不要跑 别跑 站住 别跑 李公子 你这人走路怎么不长眼睛 怎么这么不小心 怎么这么不小心 李公子 你没事吧 是什么人 走路这么没头没脑的 是松明弟弟 你这小鬼怎么犯到了 可想死姐姐了 姐姐 我也好想你 原来你就是那个小和尚 是恩人大哥 怎么了 撞了一下 两人就得了笑病了 恩人大哥在上 收小松明一拜 快起来 快起来小和尚 你叫松明 是吗 你们俩认识 你干嘛一个劲的笑 我笑是因为我认识她 几年前她在黄河边差一点宿命 是啊 多亏恩人大哥和一位小姐姐救了我 小姐姐 哪位小姐姐 松明 是我的小妹 不过松明 你在白银罐不也救了我吗 那可都是秦爷的功劳 我没做什么 你先别忙着高兴 秦将军在哪 她不是去接你的吗 姐姐 你走了那么多日子 是不是已经把我这个弟弟忘得一干二净了 这是什么话 别人可以忘 你这位好弟弟怎么能够忘了 这不我托秦将军把你接来了 找到了男朋友就把我给忘了 小鬼 又要淘气了 总是口无遮拦 瞎说八道的 宋明弟弟 你老是这样 姐姐可要生气的 一见了生人就要发人来风 哪里有生人 恩人大哥和我是老熟人了 姐姐说要找表哥 其实表哥就是男朋友 对不对 不许说 你这淘气鬼怎么每次都要气姐姐 真不乖 姐姐可要打你了 不许说 不许不说 看我大力 你们两个一大一小 真有趣 我罚人来风了 好了 就让小宋明说 说吧 不许说 宋明你听到了没有 别闹了 姐姐的男朋友就是恩人大哥 对不对 你这小鬼 别闹了 别说 对不对 你就少说两句 你看秦夜 他们在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老鹰抓小鸡 谁是老鹰 谁是小鸡 你们玩得好开心 我也要玩 姐姐的脸好红好红 宋明说的对 你们这不是老鹰抓小鸡 明明是蝶罗汉 什么人 站住 有刺客 好大胆的刺客 好大胆的刺客 大胆刺客 哪里逃 是 操把刺客 哪儿 对 不 多 许多 有 也不 有 可能 是 走 你是什么人 竟敢闯入宫中情刺 都是你小子 讲了老子的好事 这小子竟敢暗示独标 逃得可真坏 撒了标就没影了 今晚就便宜你了 你逃得了初一 逃不了十五 我早晚会抓住你的 报告大都督 不得心情在浮现 我有太多感觉 必须再见一面 不能好去好散的爱 会让心就解离别 不代表磨灭一切 谎言 有些时候也许是体贴 你用泪光回应我的真诚 良解 明天我们都有艳阳天 也认为你的项目 听不懂人 在岳面 如果你要睡点 也许是体贴 不能忘记